费费作为动物界的偷娃狂魔 常偷走狮子幼崽 他们为何要这样做 对于人类来说 诱拐儿童的人贩子实在是令人深恶痛绝 不仅让孩子从小就离开亲生父母 甚至还导致了很多家庭的破碎 但是你敢相信吗 动物界中同样也有着热衷于偷孩子的物种 既然如此 那么他们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2020年的时候 网络上突然流传出了一段视频 事情发生在南非克鲁格公园中 几只胆大包天的费费 偷偷潜入了狮子的栖息地中 但是他们并不是来偷袭士群的 而是为了带走士群中的幼崽 其中一只沸沸抱着小狮子快速地爬上了树 还贴心地为它梳理毛发 不仅让人想到了动漫狮子王中的场景 看上去十分温馨 然而这样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很久 沸沸突然像发了狂一样 将怀中的狮子进行了猛烈地摔打 然后和同伴一起将其残忍地分食 这不禁让人感觉到十分疑惑 为何沸沸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呢 这种行为并不罕见 他们十分热衷于偷取各种动物的幼崽 进行把玩之后再将其吃掉 然而这种做法与他们的习性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由于沸沸属于杂食动物 所以他们不仅能吃树叶刮果等食物 在一些时候也需要肉食来补充营养 然而他们并没有很强的补食能力 所以只能够将目光 放在一些体型比较小的动物身上 因此还没有断奶的哺乳动物幼崽 就成为了他们的第一选择 既然沸沸偷幼崽是为了将其吃掉 那么为什么在吃掉之前还会把玩一回呢 有很多人都十分好奇的是 既然沸沸的最终目标是将其当成食物吃掉 那么在吃下去之前 为何还会出现如此温情的一幕 沸沸的前后反差为何如此之大 众所周知 大部分灵长类动物智商都比较高 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 并且性情十分顽劣 一点都不温和 所以当他们偷到了一只幼崽 就会感觉到是十分新奇 并将其当成新玩具一样进行把玩 甚至会像照顾孩子一样给他们梳理毛发 只不过他们的耐心是有限的 当他们觉得这个玩具没意思了 就会性情大变 毫不犹豫地将其摔死 然后与同伴一起分屎 除此之外 沸沸在自然界中的竞争力并不算很强 所以常常会受到其他动物的追赶 他们的幼崽也有很多丧生在狮子的口中 不过沸沸并不会因此而善罢甘休 他们的报复心理极其强烈 不过让他们与狮子这样的大型肉食动物正面交锋 必定是没有获胜机会的 因此他们只能够将目光放在没有生存能力的狮子幼崽身上 从中获得报复的快感 除此之外 羚羊等哺乳动物同样也是沸沸的首选食物 这类动物不仅比较容易捕食 而且营养价值也比较高 能够为沸沸提供大部分所需的营养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热衷于偷幼崽的沸沸 究竟是什么物种 它们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其实被称为头蛙狂魔沸沸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物种 而是非洲草原上十分常见的草原沸沸 由于它们身上的毛发大多为黄褐色 因此也被人们称为黄沸沸 虽然它们的品种并不罕见 但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却是非常高的 既然如此 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虽然自然界中的灵长类动物并不罕见 但是黄沸沸却算是其中比较成功的存在 作为群居动物的它们 并没有选择以小群的形式生存 而是喜欢更多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共同生存 根据人们的调查数据显示 如今黄沸沸的种群最多有着将近200只个体 这在整个自然界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并且能够领导200只黄沸沸的首领 必定拥有着很强的能力 然而它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等级比较高 就肆意地欺负其他低等级的沸沸 这又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 对于黄沸沸来说 种群中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 它们通常都保持着团结的精神 并且不同的个体之间也十分的友好 很少出现内斗的情况 这样一来 在与其他物种进行打斗的时候 它们才能够更加团结地一致对外 大大提高了获胜的概率 从而减少战斗中伤亡的数量 不得不说黄沸沸的这种行为 确实是十分明智的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屈朴文心争稿啦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